好了我開始拍了 拍 我開始拍了 所以 等一下 還需要麥克風嗎 才你們幾個 它錄起來效果不好 這樣子 你們就 這樣就會這樣 這樣聽到 好,我盡量不要幫你們多折磨 好,我們上次上課有講到 細胞的死亡主要有兩種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很多種 不一樣的細胞的死亡的類型 那一個是Aptosis 一個是Necrosis 這兩個 中文翻譯Aptosis是細胞凋亡 那Necrosis是細胞的壞死 那這兩個是一般細胞當中死亡性量最常見的兩種 Aptosis它主要是有目的性的死亡 也就是說細胞或是個個體本來就是設計這個細胞走向死亡的路徑 所以我們會稱它叫做Cell Suicide 那Necrosis是細胞凋亡 也就是說細胞原本沒有預測到自己會去死亡 走向死亡的這條路徑 但是就是有外力 通常都是外力 然後不預期 所以這個時間點不知道 Aptosis死亡時間點是知道的 那Necrosis死亡的時間點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會稱Necrosis細胞的壞死 是屬於Seal Murder 就是被細胞被磨殺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如果用一個比較 就是大家可以容易懂的方式來解釋 或是來區分Aptosis跟Necrosis在外觀上面 會有什麼樣子的不同 那Aptosis既然是一個細胞已經知道說 自己要往凋亡的路徑走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用電燈泡來比喻 是一個個體的話 那可能就是受命道或是某些系統器官 已經不能再使用的時候 生命個體可能就會慢慢走向雕往這個路徑 那這個電燈泡可能 以電燈泡來比喻的話 就是物思壞的 或者是裡面的某些設備或是小零件 開始不能用了 你就會看到這個電燈泡是 你怎麼開它就是不會亮 但是它的外觀可能還 你還可以看到它的外觀 那Crosis是雕王 因為它是不義騎的 這個電燈泡是不能用 那不能用可能很多外衣 譬如說我的手不小心打到它 它就破掉 但是你看它物思裡面的零件都是正常的 所以這兩個外觀上 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樣 那所以你想像它的分子層次 或者是它的生化層次也會應該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總結一下剛剛你外觀上看到的 那Crosis我們可以說它是被動的 被結束掉它的這個細胞生命 那Aptosis它是主動 因為它自己會設計第一步要幹嘛 第二步要幹嘛 什麼時候該死掉 所以以Energy來講 或者是以它的那個型態 在過程的型態來講 一個是屬於Passive Process 那Aptosis是屬於Active Process 那這兩個呢 在我們細胞學上最大的差異就是 Aptosis目前我們在所有的 在討論細胞死亡的這個領域裡頭 它是沒有發炎反應的 就是安詳的過世 它不會有任何的發炎反應 但Necrosis跟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幾個 死亡的方式呢 多多少少都會有發炎反應 那所以我們的一個個體大概每天 平均看是什麼個體 大概有5%的細胞是在執行Aptosis 那舉個例子你的皮膚 上表皮皮膚 皮膚的一個turn over rate 就是說它的更新的速度 所謂更新的出來 然後舊的要離開 這樣一個速度大概是30到42天 那所以你每 你的新製造出來的上表皮的這個皮膚呢 它就是每30到42天它就會凋亡一次 就會凋亡 然後就會下面真皮層的地方 你就會有新的細胞出來 所以這個大概是有個體裡 Aptosis是一直在執行的一個程式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幾個不一樣的細胞死亡的 Typing Nacrosis我們等一下會跟著Aptosis一起介紹 那你就會對它多了解 Nacrosis它主要是一個 Accidental cell death 然後它的Mophology 它的外觀通常就是 Sing after a cell has already dead 看到的時候其實它已經死掉了 所以你看不到它的Nacrosis的整個發生的過程 另外一種在可能十幾年前吧 很瘦 就是大家才剛出來了一個 新的死亡的現象 就是被發現的 叫Altophagy 那Altophagy呢 它跟Nacrosis不一樣 然後它跟Aptosis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Altophagy Oncrosis也是另外一種 Oncrosis跟Pyroptosis 這兩個都是不一樣的一個死亡路徑 但是它們兩個最終那個細胞是會被Lyce掉 所謂的細胞Lyce掉 就是細胞會被類似切碎然後破掉 會有破掉這個現象 然後我們的Aptosis 它是不會有細胞膜破掉的這個現象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死亡的專有名稱 後面都是什麼SIS這樣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Altophagy 等一下喔 Altophagy Altophagy啊 Altophagy叫自視 那這個字是來自希臘文喔 它其實還蠻重要的 你如果看就是最近三年前 十幾年前到三年前 大概最多的Paper就是這個Altophagy的研究 然後再來就是前五年開始有那個 Ingduce的那個Stenic Cell的研究出來的時候 那個幹細胞的Paper就會就超過這個Altophagy 那Altophagy是希臘文 它的意思是Altophagy是自動 自動自己去吃掉自己的意思 就自視 那自視是透過它自己本身 細胞本身的Lysosome 然後去分解掉你不要的 你不要的那個結構或是東西或是自己 自己也可以自視掉 那通常呢 它有三個不一樣的Paper進來 這個Altophagy的過程 它可以從Macro Autophagy Macro然後再Micro 再Chapromedia Autophagy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來這一張 對這個就是它 所謂的Macro是我們一般講的 一般講的Altophagy 就是譬如說我細胞裡面 細胞裡面這些不管是Organe還是物質 它是需要被消除掉的話 那它會先形成一個Altophagy 然後它就變成這個Altophagy 這種形成之後變成一個很 比較大的一個分子 那我們叫它Macro Autophagy 就從這裡開始 然後它會被Lysosome給Fusion 然後又利用Lysosome裡面的酵素去把 壞掉的或是不需要的分子結構把它去除掉 另外一個是Micro MI是比較小的 Macro是比較大頭 Micro Autophagy是比較小的分子 它可能又沒有說一群包器 或是一群功能相同的 然後你一起用Altophagy把它包進來 可能就是部分小的蛋白質壞掉 或者是結構上的壞掉 用類似Pintopinophagocytosis那種方式 就是由Lysosome的細胞膜把它吞噬進來 那這個Altophagy它不是利用Lysosome的細胞膜 它是會有自己的機制 然後變成Macro Autophagy的時候 才會跟Lysosome的細胞膜 fusion 可是這是這兩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利用Lysosome的細胞膜 就是吞噬進去的 那另外一個是Chaperone Media Autophagy 也就是說你在細胞質裡頭 我們這行課講了很多是Chaperone Chaperone幫忙就是 幫你在蛋白質上避免蛋白質是有錯誤的摺疊 但是假如說它已經有錯誤的摺疊 錯誤的很厲害 然後沒有辦法再讓它修復回來的時候 這個Chaperone會把這個摺疊壞的蛋白質呢 帶到Lysosome旁邊 然後到Lysosome旁邊的時候 它會藉由Lysosome上面的一個受體 把這個壞掉的Polypeptide呢 帶進Lysosome去做瓦解掉 那所以前面呢 這個Autophagopsychosis呢 它的路徑大概可以分成這三個 但是後面的就會 後面大概就是一樣 那所以會有個Initiation的Process 那在前面的Macro就是蛋的 Macro Autophagy的部分細胞膜呢 會參與這個整個過程 然後會形成一個Vasco 然後這個Vasco會跟Lysosome fusion 所以主要就是Lysosome 所以可想而知 這個Autophagopsychosis呢 是由這個我們之前在講 Lysosome的這個Kristen Duvet 它發現的 它是在19… 我看看它好像… 我忘記它在什麼時候發現 我想想看 它在19… 好像是2003的時候的Paper 所以也是主要因為它 在研究Lysosome的時候 它就發現Lysosome的這個特殊的 跟細胞死亡相關的一個 Mechanism在 那Autophagy呢 跟它相關的基因 有一些課本會寫大概有16個基因 然後有一些寫17 大概16那種17看個人怎麼認定 那跟它相… 跟Autophagy相關Password的基因 大概一種… 你知道它有ATG喔 ATG… 不是ATP喔 那ATG也不是你的什麼 DNA的Initiation那三個… 那ATG是Autophagy相關的基因的縮寫 所以主要Autophagy啟動呢 大部分會來自兩個類型 欸… 其實它蠻多類型 我有沒有講… 這邊沒有寫 其實它蠻多類型 它兩個是最主要 當你外面環境的Nutrine 就是養分不足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慢慢掉 它就會自己自失掉 這是Nutrine 然後它會走的是Tor 這個Password 那這個因為跟我們這堂… 不…都是不相關 所以我不會花太多時間講 但是你們就這稍微知道一下 那如果是Stress 大部分的Stress喔 是大概外… 外面你加那種藥物 然後去毒死這個細胞好了 然後它就會啟動這個Nutrine 跟Tor沒有相關的一個Password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再去看 那主要的要給大家看的就是 它會有一些大部分的基因 你應該都會了解 它是有ATG 你就是知道說這個分子是跟 是不是相關的一些分子 然後不是一個 一個就可以啟動 也不是兩個 它們是會有一個自己的機制 然後… 有… 是有序列順序的去啟動這個 Otophagy的動作 然後LC3呢 主要就是跟Membrane結合那一塊 所以一開始Macro-Otophagy呢 我說會有部分的細胞膜 會進來參與這個過程呢 主要就是LC3 這個分子會跟ATG的這些complex做辨識 然後會形成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那這個每一個分子機制呢 目前都已經就是identify的非常詳細 那你如果剛好你的配合講到 我討論你再進去看一下 因為它的機制跟Aptosis有點差異蠻大的 我就這堂課 我不會太去講這個Otophagy的部分 另外一個呢就是 就是Oncoses還有Pyropoptosis 來 Oncoses 這個是Aptosis Aptosis我們等一下還會再看一下 但是上次我上課的時候我稍微看 Aptosis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表征呢 就是它會有雕王小體這種blabbing 雕王小體會出現一個一個小泡泡 在這個慢慢的萎縮掉的細胞旁邊 那Oncoses呢 是那時候它主要是在一個實驗 那個實驗室是白血病病人的血球 然後白血病病人呢 如果接受了化療的時候 主要就是要把這些癌細胞 就是讓它去殺死 然後他們會發現 當它加了這些藥的時候 這個細胞呢 它死了樣子也不是破掉 然後也不是 好像也沒有碎掉 然後它的樣子跟Optosis也不大一樣 主要是它會慢慢的漲破 所以Oncoses它重要的是 也是有外力進來 外力進來的時候導致它的細胞的 Premiability 滲透壓改變 然後它會裡面會比較多水 然後慢慢的會漲破 所以Oncoses的後面呢是Necrosis 但是前面的這個過程它叫Oncoses 它沒有破掉之前它叫Oncoses 破掉以後就叫Necrosis 它長的就是不大一樣 再來Pyroptosis是在做 就是細胞跟細菌感染的時候會發現 那既然是細菌感染出現的時候 它一定是有發炎反應 等一下 就這樣 發炎反應 那Aptosis它是沒有發炎反應的 那Pyroptosis它會有發炎反應 但是像Oncoses它是沒有Caspase 這個蛋白質在裡頭執行它這個任務的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Caspase Caspase是Aptosis主要殺死細胞的殺手 但是Pyroptosis它也利用Caspase-1 它是唯一這幾個就是死亡的方式 用到了Aptosis的成員 但是它是會有發炎反應的 然後它的細胞最後也是會破掉的 然後所以它是唯一跟Aptosis相同的地方 就是它會用到Caspase-1 這樣可以 所以這幾個死法它區分的方式 除了外觀之外 跟執行的方式跟它機制都是有相關的 Aptosis跟Pyroptosis Pyroptosis其實長得還跟Oncoses有點像 因為它也是脹破死掉 它細菌感染之後 然後它就會脹破死掉這樣 但是它過程是Caspase-1 mediated 好,那剛剛講的那幾種雕亡的 或是細胞死亡的方式 大概就是SAMRI在這張PPT裡頭 那我就不再去 如果同學們要就是再複習或再看一下 最主要就是Aptosis它本身是不會有Information的 然後它會有 最重要的是它最後它會有一個雕亡小體 Oncoses會自己先啟動之後呢 最後它是用Necrosis去結束的 所以Oncoses它會自己脹 脹到後面脹破了 它啟動的就是Necrosis的這個Pathway 那另外一個是最近 又有一個新的描述 細胞死亡的路徑 叫做Necropoptosis 那會有Necropoptosis的 跟Necrosis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剛剛講的Necrosis或是Pyroptosis 都沒有一個所謂的那個雕亡體 那在Aptosis Aptosis或者是Otophagy 或者是Acropoptosis 都會有一個就是 裡面的細胞裡面會有一個機制 在Aptosis叫Apathosum 然後在Otophagy就是Otophagosum 所謂的SOME 就是裡面它會 要去執行的那個地方或是那個點 它會用一個東西把它包起來 好像變成一個 額外的一個包氣在裡頭 那這包氣名稱在Aptosis 就叫Apathosum 然後它會主要去執行死亡的路徑 所以你看到它就知道說 這死亡已經是不可逆 逆轉的路徑了 那在Otophagy叫做Otophagosum 那Necrosis呢 大部分Necrosis是不會有這種小體 但是在Necrosis呢 就有人發現它是死亡會發炎 然後也是不預期的 細胞要死掉的一個路徑 那它會有一個叫做Necrosis 這種結構出現 那這個是大概最近幾年才發現的一個 死亡的一個小體這樣子 那你如果是看有一些跟癌症相關的研究 它也會有這個Necrosis 所以其實這是幾種不一樣的死亡的小體 那這個Necrosis 最後它會是去走向那個Necrosis的Pathway 所以它也會引起發炎反應 那我們現在才要開始來看一下Aptosis 那Aptosis它的定義是 capacity of a cell to response to stimuli 所以一定要有個訊息 啟動這個Aptosis By initiating pathway that lead to its death By a characteristic set of reaction 就是說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機制呢 它最後是死亡 但是你要看到它死亡之前 它會有一系列非常明確的特徵 來自於它的死亡的反應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Necrosis 你是看不到 但Aptosis它這個是 death by a characteristic set of reaction 這是它的主要的定義 那Aptosis 我又要上一課了 Aptosis它連C到我們來了 那Apple A-P-O它是 它是off 關掉的意思 那Pertosis是掉下來的意思 它當初這個是用來形容 像秋天到的時候 那個葉子從樹上掉下來的那個情況 就是它壽命到了它就開始 它就要掉下來 所以後來科學家就把它拿來形容 就是細胞掉了 那為什麼 所以Aptosis的細胞死掉 它應該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剛剛看這個摩殺跟自殺 就是應該就是要有特別的死的外觀 這mophology 所以mophology對Aptosis來講很重要 那我們把它上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稍微講 有稍微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我就說 這是Aptosis最重要的幾個過程的mophology 那我們把它分成 外觀上你可以看到 就紅色的這四個 四個外觀上你可以看到 A就是你看到Cytoplans的那個shrinking 就是開始內縮這樣子 那它真正導致它內縮呢 主要是因為Aptom filament跟lemmons壞掉 被它切壞了 我們知道Aptom是在cell membrane的這次進 那假如說它被它切斷 你的細胞膜呢 細胞外面呢 就不會很漂亮很平滑 它開始就是皺縮這樣子 B的部分是Nuclear Condensation DNA的Condensation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DNA是在核裡面呢 是有histone 然後呢是有規律性的 然後殘留的很整齊的把它儲存在Nuclear裡頭 Aptosis啟動的時候呢 這些蛋白質呢 這些DNA呢會被Portes給切斷 切斷完之後它就讓它 它就沒有辦法乖乖的好好的存在這個Nuclear裡頭 所以你就會 你就會看到Breakdown之後 這些DNA的屍體 就會全部Agregate聚集在一起 你就會看到變得更小 然後變得黑黏的這樣 Nuclear Condensation C呢就是Packaging Cell into a form Easily Engulfed by Macrophage 這個細胞呢 在細胞膜開始皺縮 細胞核開始瓦解的時候 它會把自己呢弄得很小 皺縮得很小 主要是你要變得小小的 你的Macrophage它有辦法幫你吃掉 好就是它要讓自己的這個機制呢 就是讓自己的細胞可以去清除掉自己裡面 自己的個體可以清除掉自己的 壞掉的細胞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它有Package 就是Condensation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是跟細胞膜 就Plasmic Membrane有關係 那整個細胞膜的深化或是外觀 都會是很大的變動 最重要的是Membrane 我們知道細胞膜是Pospholipid bilayer 它那個裡面跟外面 其實是都有不一樣的蛋白質在那裡的 那它可能因為太大的變動的時候 裡面的蛋白質跑外面 外面方法跑到裡面去 那這樣整個細胞就是沒有辦法去維持它的平衡 然後就細胞膜就也沒有辦法去保護這個細胞了 最後叫Bletbin Bletbin這是一個專有名詞 Bletbin的意思就是起泡泡 你有沒有看手被燙過 然後手起了一個水泡 那那個就是起水泡的意思 Blister 除了你看到這個死掉的細胞旁邊會有起水泡之外 還會有Apolic body 就是死雕王小體 雕王小體就是像這一顆小小的這個 這個就是雕王小體 然後那主要就是 因為已經皺縮到可以要讓Microphage吃它 後面的這些所謂的殘渣吧 就變成一顆一顆小小的掉溫小體 那這個也是最主要 跟Aptosis這個外觀上 跟其他死亡方式不一樣的特徵 好 那這是Bletbin 這是細胞 那Bletbin它就自己 把自己分成小小的一顆一顆 那這樣子Microphage就可以去一個一個把它清除掉 這是電子顯微鏡 這個是電子顯微鏡 這是SEN 也是電子顯微鏡不一樣的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Necrosis跟Aptosis那也不一樣 你如果去考研究所 如果考了研究所呢 老師們很喜歡在 就是研究是專門在做Seal Cycle跟Aptosis時候 這個一定會被問 就是他會問你說 Aptosis這樣細胞的雕王跟Necrosis 跟Necrosis之間的差異在哪裡 所以你應該會有辦法 就是上文這堂課 你應該要有辦法去把他們兩個差異寫下來 那最主要我們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Aptosis 就是Provencele Death An Active Process 然後Necrosis是Accidental Cell Death 然後它是一個Passive的一個Process 那Aptosis呢 外觀上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四個面向之外 它裡面呢 剛剛的四個面向來自DNA Fragmentation Quarmatinocondensation 還有一些Nuclear細胞的Fragmentation 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外觀的差異 然後Necrosis呢 它主要是細胞會漲破 然後就碎掉 Sales, Well and Lies這樣 細胞裡面的Content 會全部被Release到 到那個外面的環境裡頭 Aptosis沒有喔 裡面的壞東西喔 它不會把它隨便的 隨便的讓它跑到外面的環境裡頭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 那個細胞裡面的Content是壞的 它可能你吐出來了 會影響到那個這個個體其他的細胞 所以Aptosis它死亡是 主要是要保護這個個體 不要被這個壞細胞給做更多的傷害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細胞膜 Aptosis喔 細胞膜 細胞膜 Aptosis細胞膜上面 它會有一些訊號 然後這些訊號會起那個 會讓Macophage會過來把它吃掉 那這些訊號本來呢 是在正常細胞的時候 在正常的情況下 還沒有Aptosis的時候 這些訊號其實是藏在細胞裡面 主要就是這個 然後它本來是藏在細胞裡面 當你開始在就是啟動Aptosis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細胞膜它會被 所以它的穩定度 穩定性會因為就是Potease的切割 然後讓它細胞膜裡面變成外面 外面變成裡面的時候 那就會導致原本在裡面的訊號 跑到外面去 不是全部 但是會有一部分就是從 會從裡面跑到外面 那跑到外面的時候呢 Macophage就會進來 它會辨識它 然後就會把它engulf進去 然後就會 這個process 就是未來要誘發 Fagocytosis 所以讓這些本來在裡面的訊號 就會被Macophage去辨識 然後把它清除掉 那這幾個特性 就是這幾個特性 也是我們可以在做Aptosis研究的時候 來分析細胞的幾個策略 或是路徑之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剛剛看到的Aptosis 跟Aptosis的幾個現象 我們來看一下 它跟Nacrosis之間的差異 欸 對不起 我把它就是外觀上的差異 一個是細胞的shrinking 就是咒說 那Nacrosis就是細胞的脹破 所以你若要寫一個SA 簡答題 你就知道說 左邊就寫Aptosis 又會Nacrosis 然後一個細胞shrinking 一個就是410這樣 就是人家就知道說 欸 這樣差異很大 然後再來一個是Nucleic Condensation Nacrosis它的核是 就是Disintegration 就是說它可能就是被破壞的時候 來不及其中有一些破解 它是怎麼壞掉都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pattern在 那你也沒有辦法去辨識說 它的DNA現在到底跑了哪裡去 那這個在Aptosis的shrink 會glabbing 就是咒說之後 變成一個一個的掉我們小體 這隻還蠻難用的 然後所以呢 剛剛看的那個Pi呢 它會從裡面跑到外面 不是Pi 就是在Faculipic Bilayer上面的一些分子呢 然後這邊用的是Anacophy 也是裡面的一種 它會跑到外面來 然後Nacrosis呢 有時候呢 它的那個膜 因為是破掉 你也偵測得到 但是呢 Aptosis 因為它膜 它膜只是翻過去 它沒有破掉 那差異就會差在說 你如果在做實驗的時候 那你可不可以偵測到DNA 那你膜如果沒有破掉 它只是翻過來嘛 對不對 翻過來的時候 你可以偵測到 原本在膜裡面的東西 它現在在外面你會看到 DNA你是偵測不到 除非你把膜打破 但是Nacrosis呢 膜裡面的東西 細胞膜裡面的東西的分子 或者是DNA 你都可以偵測到 因為它已經是被打破 打破在外面了 所以這個 我們大部分的研究 都會利用這個特性 快速地來檢驗 這個組織裡面 到底有多少細胞 在走向Aptosis 那最重要的就是Aptosis 它是沒有information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phosphorus serum的這個分子 從裡面翻到外面之後 那它會 它最主要是有一個 protein 叫Nacin-5 然後它是一個 calcium dependent的 binding protein 跟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phosphorus serum有關係 然後它當你 當你開始在走向Aptosis的時候 這個 calcium 它就沒有辦法 好好地 乖乖地 在做它應該調控的事情 所以這Nacin-5 就很容易被翻到上面去這樣子 然後這是 這是 當它翻到上面的時候呢 我如果要來做Elisa 我做Elisa就可以 我拿一個抗體 專門去針對Nacin-5 那你就應該在Aptosis的細胞上 看得到它 那這邊它是藏在裡頭 這個藍藍一點一點 在細胞裡頭 所以細胞外面沒有 那我抗體進來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去辨識它 Aptosis是時候 它跑到上面去 就可以辨識它 你就可以用Elisa來偵測 很簡單的一個實驗 就可以 就可以 那 或者是你可以用 Flow cytometry 我們上次講的那個 流氏細胞因 你就專門就是 Anacin-5 然後你就去看 這Anacin-5 有沒有偵測得到 那你可以順便偵測一下 看它有沒有DNA 因為它的膜應該 就是還是完整的 除非到很末期的Aptosis 它膜破掉 你的抗體才有辦法 從破掉膜進來去看 去偵測得到它的DNA 不然的話 剛開始的Aptosis 你是偵測不到它的DNA的 所以到末期的Aptosis 你會偵測到它的Anacin-5 你會偵測到它的DNA 但一開始前期 你可能不會看到DNA的部分 所以它不是一個非常 DNA這一塊不是一個非常準確的 就是要看你去做一個Time course 什麼時候你該Treatment之後 你該去做Aptosis的認測 才會是比較準確的 那你也除了做Floci 你也可以把這個染過後的細胞 放到螢光顯微鏡裡頭看 這個是染那個Anacin-5 大概就是這樣綠色的螢光 這個就是Aptosis 主要是這樣看的時候 你也會知道說它不是Nacrosis 怎樣?它沒有碎掉 然後一些小小的掉亡消息已經開始出來了 這算是Aptosis的前期 為什麼它沒有做出的很嚴重 還沒有做出的很嚴重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是Morphology的部分 然後在細胞 Morphology有一個我剛剛忘了講 就是細胞裡面的這些Organel 就是暴氣在Nacrosis來講 它們大概破的破碎的碎 所以你也找不到 那也不會有什麼Vecical Formation 但是在Aptosis 你會發現很多Acaric的Body 就是那個掉亡的小體 然後它的Meterchondria 主要主要Aptosis 它的Meterchondria會開始漏氣 然後漏氣的時候 開始啟動它的Aptosis Pathway 你可以看到Morphology 跟它們Morphology上面 是有破洞的 然後這個Aptosis 因為它是一個Active Process 因為是主動的 所以它是需要Energy的 它是被動的 Nacrosis 它是不需要Energy 我們從Biochemical上來看的話 那主動它為什麼需要Energy 你看它要去破壞細胞 自己細胞裡面原本沒有壞掉的東西 而且像DNA本來是沒有Fragmentation 它要去破壞它 Fragmentation這件事就需要能量 然後你的那些Cyphoplast 要被變成一個一個的Vecical的時候 或是掉亡小姐的時候 那也需要能量去執行的 那Nacrosis就是外力 所以那個能量其實有沒有能量 有 但是是外面的力量 不是它自己本身的力量 它自己本身就已經是 那Energy required 它就會有一系列的死亡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一下 在Aptosis裡面 差異就是Nacrosis跟Aptosis 最重要就是Aptosis它的DNA 是有被設計過怎樣死亡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一個死亡的樣子 DNA壞掉的樣子 那Aptosis的DNA呢 可能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死亡的現象 它不是一團就是一團還在 不然就是睡得亂七八糟 就大概有這兩個極性 那在Aptosis的時候 我們如果去染DNA DNA用什麼染? 戴皮就可以染 藍色的 你會發現它們全部 condensation在這一坨 那這一坨到底是什麼 我們把它拿去跑那個 2%的Avos gel 這個Avos gel都看得懂吧 看得懂 還好 看 就是 這是Wile嘛 你漏DNA的地方嘛 然後右邊呢 就是MARC 所以分子量比較大的 就跑比較慢 就會在上面 分子量小的在下面 那這個MARC很多種 像這個就大概就是 我們所謂的 就Base Pair的那個Ladder 就是它每一個就是 100、100、100加上去 所以這個大概是好幾K 好幾K以上 那你會發現呢 這裡有很多種DNA 第三個 第三條 它才是Aptosis DNA 它的DNA很漂亮 像一個階梯 那每一個階梯的間隔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好像設計過的一個切法 那一般我們在跑Genomic DNA的時候 因為它如果沒有被切碎的話 它應該就是一個很大的分子 在上面這裡 所以上面這些DNA就是比較完整的DNA 下面這些都是碎掉的 碎掉的它是沒有規律性的碎掉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看看Cross 它就會拖得很長 壞死的細胞 它就會拖得很長 那這些主要是因為每個DNA 它的分子量大小都不一致 那這邊是非常一致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一個 大家集中在這裡 集中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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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看看為什麼會非常一致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DNA在河裡頭 是被誰給組織好 然後把它塞在河裡頭 Histone 對不對 Histone很重要 那DNA纏繞在Histone上是很有規律的 它才有辦法就是好好的把它纏繞在一起 然後放到Nuclea裡頭 那它這個DNA每纏繞在這個Histone的Uctum 大概就是180個Base Pair 一圈半這樣 然後每一個Histone都會被纏繞一圈半 一圈半這樣 然後每一個 兩個Histone中間會有一個Linked DNA 就連在一起 大概10個 這邊10個 這邊10個 20個Base Pair 所以大概就是200個Base Pair 它會被牽移到 因為這邊是摟露出來的 沒有被蛋白質保護住的地方 那這樣我這樣妥協進來 我自己就可以切一刀 那這樣這個就是180加10加20左右 可能就是210 然後我如果切兩刀 那就是200 或是被切得太多一點 可能就180 所以你看看我們 這一張 它大概就是200-200的Base Pair 這樣子的一個間距 看起來好像大家的Size都是一樣 但是這一坨 你把這一坨拿去分析 那可能181、182 然後到什麼210、209、208 所以它也是一個Hydrogenius Perfilation 但是大概集中在180上下 180到200之間的上下 你如果看到像這樣子的 有規律性的 那就是Aptosis 所以這是Aptosis 如果啟動Aptosis 一個小時後 0是正常的細胞DNA GENOME DNA 你把它拿去跑焦 它就長這樣 所以它沒有被破壞掉 你啟動Aptosis之後 你會開始拖 拖這個尾巴 下面的分析量比較小 對不對 然後兩個小時的時候 拖這樣 三個小時的時候 你才看得到 這些漂亮的Ladder出現 所以Aptosis 它不是一下子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 不要加下去 那15分鐘後 我說我要來看Aptosis 你看不到 我們等一下會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是啟動之後 訊息傳遞到你切好 然後細胞還會執行這些工作 你才看得到這個現象 因為DNA 你在很裡面的 所以通常大部分 大概要三個小時 然後呢 第五行 這裡中間怎麼沒有漂亮的樓梯 然後大部分集中在200 還有500這裡 這已經是Aptosis的後面 很後面 所以什麼時候 做任何的分析的時候 時間點很重要 很重要 你如果不知道這個細胞的Aptosis 或這個藥物 對細胞的Aptosis的影響的時候 建議要先做一個time course 那通常要 就拿4這漂亮的東西 但並不代表5 它不是 也並不代表3 它不是 但它的時間點 不是在Aptosis的時候 然後再來它的生理 所以這兩個 就是Aptosis跟Nacrosis 在生理方面 剛剛看的是分子的地方 那生理方面 它們最重要的不一樣 就是Aptosis 它不會影響到其他 就是這個個體裡其他細胞 它會自己把自己解決掉 然後叫Mycrophage 把自己吃掉 這樣就算了 Nacrosis它壞死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它的隔壁鄰居 不要靠它 因為它肚子裡的壞東西 都會把它噴出來 會影響到你 所以它會影響到 組織的那一塊 然後你如果看Aptosis 你看不到它影響到別人 所以我們在看組織牽連的時候 Nacrosis它會很明顯 就是在旁邊很多那種 Lymphocyte 在旁邊 在攻擊它 攻擊它的時候 我們如果看到很多Lymphocyte 或者是很多免疫球 免疫細胞在那邊攻擊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那邊會有發音反應 然後那組織裡面就會比較多水 然後你會看到空隙會比較大 Aptosis就不會有現象 那個樣子的現象 你一定會看到雕王小體 你會看到Mycrophage進來沒有錯 但是你不會看到就是有水在裡頭 你不會看到就是很多 很多的Mycrophage在那邊 可能就靈清得起顆吧這樣 那為什麼細胞要啟動Aptosis 主要是它不要去破壞到這個個體 那什麼時候Aptosis它需要出來執行 Aptosis它不是一個異常現象 它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大概在最主要就是我們 一開始的時候講的 Sidney Brenner這個科學家 2001年到諾貝爾講 就是因為它定義了什麼叫做Aptosis 那因為它做的是現存的發育 然後發現發育過程當中 本來有的細胞就本來數了10顆 怎麼一下變成7顆 3顆就死掉這樣 那這對它對大家來講 對當時的就是這個科學家來講 那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發育就是要長得好好的 而不是去死掉 Sidney Brenner我上禮拜沒有講 沒有介紹它太多事情 它做的就是C-Elegan的配胎 那這邊的配胎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就是一個細胞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細胞在這裡 看得出來 這裡其實很多細胞 但所謂的細胞在這個C-Elegan上面 你要看到開始它去啟動雕王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水泡出現 這三個水泡未來就是會死掉的細胞 所以這是它那時候在看 在觀察C-Elegan的時候它發現的事情 那這個是正常情況下 你這個配胎這樣一個細胞 看到沒有 一個、兩個、三個 它沒有水泡 然後到某些 這也是正常的配胎 到發育的某些時間 它就開始 某些東西就會開始起泡泡 然後這一顆可能就不見了 等一下就這一顆又不見了這樣 自己就會把它去除掉 那Sidney Brenner它 它是英國人 它跟誰很好 你們應該認識Watson & Crick 它比Watson大一歲 然後Sidney Brenner 它是英國Oxford 牛津大學畢業的 然後 它有一次剛好那個Watson & Crick 跑去劍橋大學 在講他們的這個 發現這個DNA的時候 他就趕快跑去劍橋大學 然後去找他們兩個討論 那時候Watson是25歲 然後Sidney Brenner是26歲 Crick已經三十幾歲了 他們年紀大概就是差不多 那Watson那時候在那個年代 他算是天才兒童 因為他15歲就上大學 那Sidney Brenner也是天才兒童 他18歲就發表入門 然後他也 但是那個Watson他好像是22歲 22歲就拿到博士學位了 所以他25歲 所以他25歲 他發表那個DNA的WPX的時候 他已經是來做Postar 這種人就很可怕 就是這樣 然後你看Crick Crick那時候才是博士生 我算是幾歲 Crick是他裡面年紀比較大 結果他們三個後來變成好朋友 那這個Sidney Brenner跟這個Watson 其實是因為他們兩個年紀差不多 然後從小就被認定是那種天才兒童 他們兩個感情非常好就對了 真是題外話 你們可以看一下 他們的故事還蠻有趣的這樣子 那這個是Sidney Brenner 他那時候在看C-Elogan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本來細胞 如果全部都發育的時候 發育時期他會有1090個細胞 最後變成成體的時候 他只剩下131個細胞 那中間他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分子的機制雕亡掉 然後為什麼要雕亡掉 他們用Mutation的方式 類似那個 這應該不是消防警報吧 好 看就麻煩你去看一下 如果哪裡起火了 跟我們 對應該是門被不小心擋開了 看左邊是門被擋開了 不要試火灘就好 另外兩個跟Sidney Brenner 拿到諾貝爾獎的 是專門用Mutation的方式 把整個Aptosis過程當中的每一個步驟 他把他用分子生物的研究的方式 把他定位出來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細節的實驗方法跟大家介紹 不然我們可能今天Aptosis會有點上不完 不過這是很有趣的一個Mutation的實驗 你會看到CED 叫C-Elegant Death相關的基因 所以你要是看到CED 它一定是跟Aptosis相關的一個分子 上面的這個Morphological的過程 就是Sidney Brenner他先把它定義出來的 開始Decision Making to Death 開始要啟動雕王之後 就會有一個Execution的一個Process 就是誰是主控說要啟動這個過程 大概有CDD3、CDD9 然後後面這個Morphish 是什麼時候過來要把它吃掉 那這叫做這個現象Morphology 就是外觀我們會叫它Engulfment 然後被Mecrophage吃進去之後 做Degradation 就是最後的Degradation的Passway 那這個每個步驟都有不同的分子來調控 假如說我們以C-Elegant來看的時候 這個CED1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在雕王小體上面 綠綠的這個 然後呢 右邊這個是 不知道是Mecrophage的Marker 那你就會看到說Mecrophage的Marker 跟雕王小體的Marker是重疊的 所以它就是已經走到那個最後Engulfment 或者是最後Degradation的時候 這個都是 有的就是剛啟動你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但它可能還沒有被Mecrophage 或者說會在做Vegocytosis的時候 這個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你可以有空的時候看一下 相關的論文的Paper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好 那在發育過程中 如果以我們剛剛看的是獻蟲 那我們看那個哺乳類的動物 或者是一般生物個體 Haptosis在發育過程中 其實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像我們的Limp就是四肢發育的時候 四肢發育這個 怎麼講 這個一開始呢 你如果看你的背臺 前肢 這肢的末端 這是Limp的末端 這是我們手指的部分 其實它是有皮膚連接起來的 然後那個要啟動Haptosis 把它吃掉 不然的話你生出來 你不是骨頭連在一起 你是中間的皮膚連在一起 沒有被掉養掉 這是小事 其實可能就是醫生看到 通常就拿手術道 幫你把它剪斷這樣 沒關係你是嬰兒 你剛生出來 你不會覺得套 通常幾萬堆Baby 你會看到一個這種現象 再來就是Ostification的時候 當我們發育到青少年期 或成年期的時候 你的軟骨要開始怎麼樣 開始硬 要開始雕亡掉變成硬骨 不然的話你要停止生長 不然你會一直長 軟骨就是在生長板的地方 那些Condraside 你如果沒有將它雕亡掉 你就會一直長高 應該是說它不會一直長高 大部分會長得比較高一點 但是因為它一定要雕亡的時候 才慢慢地變成硬骨 硬化這樣子 大部分你那一塊Condraside 只要是長太大的話 你可能就是沒有辦法支撐你的體重 它很容易就是站不久 然後會痛、會痠這樣 但是你會比較比一般人 高一點點是適時 再來就是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在發育過程當中 它要很多神經單元出來 去做細胞跟細胞之間的 它才有辦法去 就是去啟動一個正常的發育過程 當它的發育好的時候 該斷掉的訊息它就要該斷掉 等一下會舉個例子 那在發育過程 一個就是Digible Manion手 像那個青蛙蝌蝌的尾巴 蝌蝌變青蛙 那個尾巴要縮回去吧 所以那個尾巴的reabsorption 也是Aptosis pathway 剛剛講的神經 皮膚也是 你的皮膚喔 你如果沒有雕完的話 你的皮膚會比較怎樣 厚 你的皮膚就會比較厚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reproductive organ 在胚胎發育前期 就是所有的 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的 生殖器官都是同一個 然後假如說你是男性的話 雄性素開始在分泌的時候 他會把女性的 他會把女生的那個 他會啟動女生的生殖器的雕亡 然後會促進男生生殖器的發育 所以那個地方一定要有 一定要去雕亡掉女生的生殖器 不然的話這個男生出來就是 會有男生跟女生的生殖的系統在裡頭 再來就是 這個aptosis在維持任何組織的平衡也很重要 那你如果組織不平衡的話 那個組織如果是肝臟太 aptosis太少的話 那你就會有肝臟組織的增生 那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惡性的 惡性的我們叫它癌症 那良性的我們叫一般的腫瘤 那假如說aptosis太多的話 就是萎縮 就是萎縮 所以它這個機制 對於就是維持一個組織的平衡很重要 好我們看一下 就是在adult就是成體的時候 我們看它怎麼樣去維持一個組織的平衡 那在通常我們女生的乳腺 你如果還沒有生小孩子 所以你乳腺應該不會有密乳的這件事情 因為它不會太發達 然後你如果在你的那個懷孕的末期 這個乳腺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像王體術 它會刺激它去做增生 然後開始密乳 那密乳就是為了要給新的這個個體去吸 對不對 喝奶 那你哺乳完的時候 你就不能一直在那裡密乳 不然的話 你的奶乳房可能會真的是還蠻偉大的這樣子 那你要啟動你要不要偷濕濕 不然的話它沒有辦法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有一些媽媽她會 通常我們為小朋友大概 親為小朋友大概六個月到一年之間 有一些媽媽真的很勤勞的為小朋友 會餵到兩年都有 然後有一些媽媽就是她可能這邊就是發育的沒有很好的時候 那她沒有所謂的沒有奶水 或者是小朋友沒有去刺激她密乳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可能有腫大 但是小朋友沒有去吸她 就沒有刺激她分泌這些乳汁的時候 那她可能會自己就凋亡 她認為沒有人要她 所以她就會很快地就凋亡 所以小朋友生出來 為什麼要媽媽跟小朋友要開始 媽媽在小朋友生出來那一刻 就要開始餵牛奶就是 餵牛母乳就是要刺激她可以一直維持這個密乳的一個狀態 不然的話她停掉 那就是一個Aptosis的訊息 她就會開始做萎縮這樣 那男生呢在男生的生殖器器官 在男生的荷蘭鋼 就是她的雄性素如果變少的時候 男生的更年期吧 那她的那個前列腺她就會萎縮 她就會萎縮掉這樣子 男生有更年期好不好 那Aptosis如果正常情況下就是要這樣子做 如果沒有依照正常情況下呢 Aptosis太多就是疾病囉 Aptosis太少也是疾病 Aptosis太多的疾病都是跟Tissue Atrophy有關 Atrophy就是萎縮 像是Neuro Degeneration 太多Aptosis有一些神經元不應該被你弄掉 那你神經元Innovation就會出問題 或者是皮膚 你如果太多Aptosis 你的皮膚會比較薄一點 它沒有 它保護功能就沒有出來 太多的時候 如果是皮膚太多 你的皮膚就很厚 所以Aptosis太少的時候 我們會稱它hyperplasia 這個疾病叫hyperplasia 就是什麼東西會增生 它不是因為細胞增生 是因為Aptosis太少 就是它有類似增生的樣子 當然它會導致癌症 另外一個就是動脈的Atherosclerosis 就是動脈陰化 就是周狀性的動脈陰化 動脈性的周狀陰化就是 就是當你膽固醇很多的 吃太多膽固醇 然後它會跑到你的那個動脈 就是你的血管壁中間的 一個纖細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NOO Nitric Oxide 在攻擊你的細胞壁的時候 它會有FORMSEL在裡頭 那因為它有發炎反應在裡頭 原則上發炎完的時候 你的Aptosis要啟動 把那些東西就是清除掉 但是你沒有啟動Aptosis 那些壞死的一個細胞 就會存在你的細胞壁 久而久之 你這個血管壁越來越厚 然後你中間的血液循環 要過去的地方就是越來越小 那很容易就中風 這就是中風的另外一個原因 我們剛剛講的 在發育過程當中它很重要 它在Aptosis對付外來的侵略或是外來威脅也很重要 像是細胞如果收到病毒的威脅的時候 那T-lymphoside它會來幫忙把這個Virus給幹掉 它幹掉完之後它要啟動Aptosis 這個病毒剩下的屍體是誰要把它清除掉 所以當免疫系統去做了一個 就是Acute 即興的發炎反應之後 或是去對付外來的這些病毒或是感染源 清除掉之後 一定要Aptosis把這些 把這個Lymphoside和這個Virus把它清除掉 然後細胞的 如果它這免疫系統沒有去把這個Lymphoside清除掉的話 太多的免疫系統會怎樣 它會一直去侵略你的正常的組織 所以它一定要啟動Aptosis 那你如果一般來講 你的細胞的DNA如果壞掉的話 它也要啟動Aptosis 不然的話它會去複製一些壞掉的DNA 導致你很容易就是得到癌症 那這個我們在後面會 Aptosis的機制我們會再講 然後我們講Cancer biology 又會講到它 所以我們稍微後面 等一下 時間的關係 後面這個Aptosis review的同學 就回去稍微看一下 這是一些剛剛講過的一些definition 然後看一下Aptosis跟Nacrosis之間的差異 這個是課本裡頭 把這Aptosis跟Nacrosis的差異它把它分 我覺得它分得很好 所以我放在這裡 然後兩個不一樣機制的Morphology 放在這裡 有空的時候review一下 沒空的時候 你如果要去考試考研究所 多多少少要請你看一下 如果你沒有時間 把整個章節念完的時候 一定要看這一張 這樣就是把差異看一下 把Morphology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幾個跟Aptosis相關的 一個實驗的方法 我們剛剛有稍微介紹過 大概實驗的 大概實驗的一些結果圖 我怕有時候你們會看到Paper 不認得它們 所以你們可以Paper裡頭 我講Aptosis 稍微到這邊來複習一下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以DNA來看 我們看Aptosis的過程當中 DNA怎麼compensation 就是一群咒說在這裡 那Paper是怎麼裂掉 這是你只要染Depting 就可以看得到的現象 今天Aptosis的後面 我們要開始來介紹 Aptosis的Password Aptosis的Password 主要分兩個機制 一個是extrinsic extrinsic就是外面的意思 就外來刺激的一個機制 然後另外一個是intrinsic 就是裡面的機制 那外來刺激呢 外面的刺激 要進到這個細胞 一定要經過受體 所以extrinsic的Password 一定是receptor media 然後因為它會導致你死亡 那叫Aptosis死亡 所以我們叫 death receptor media的Effect 那內部的壞掉 譬如說我DNA壞掉 它就會啟動自己內部的機制 而沒有靠這個receptor 就是non-receptor的一個機制 是intrinsic的Password 它是motychondria media 靠立腺體 靠立腺體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extrinsic 這邊靠這個受體是怎麼樣進來 右邊是譬如說intrinsic的Password intrinsic Password DNA的Damage DNA我們通常都講 DNA在細胞裡面 但DNA有時候是外面的 像是radiation 或是chemotherapy 導出你DNA damage 這個破壞雖然是外面來的 但是這個外面的訊息 竟然是沒有經過受體的 所以它也是會被算在 這個是intrinsic的Password裡頭 那後面這邊呢 就是執行死亡的這些現象 我們看到的不改是 Biochemistry的現象 還是Morphology的現象 你會發現執行死亡的現象 這些分子全都叫做Caspace 那我們也叫它Caspace Pathway 我們叫它Caspace Pathway 然後這邊都是執行死亡的現象的一些分子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結果這樣 然後Caspace是誰呢 我們等一下會再講Caspace 你就先稍微認識它一下 它是一個 我們剛剛講說執行死亡的這些事情 都是Caspace去執行的 然後所以它是一個protease 然後它本身會 它本身一直存在細胞裡頭 是一個inactive的狀態 這inactive的狀態我們叫做pro-Caspace 這個pro又出現了 每次都講說pro 你看pro就是它如果要有活性 一定要被切掉 每次我們講到pro這個字根的時候 Caspace一樣 如果有個activate的Caspace 它會去切這個pro 然後這個pro domain離開呢 它才有幫你做折疊 那這個Caspace才有活性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Aptos Pathway 靠的就是這些Caspace 它啟動的時候 它被活化的時候 它會去切下游的另外一個Caspace的pro domain 然後去執行不同的一個細胞凋亡的路徑 那我們看一下哪一些signal是可以啟動Caspace 啟動Hepytosis UV irradiation 或是Kemotherapy 這些都是會破壞你的DNA Growth factor的withdraw Growth factor會怎樣? 生長因子它其實是會刺激細胞增生對不對 或者是維持細胞的生命用的 但是假如說你那個沒有給它養分 它就會餓死 所以餓死呢 餓死是一個Aptos Pathway 它是慢慢的餓死 所以它是一個Aptos Pathway 只要是看到Growth factor withdraw 它就是一個Aptos Pathway 所以我如果要啟動Aptos 簡單 可以啊 我慢慢的把你的養分慢慢拿掉 我如果氧氣胞是放10塊牛排的話 一天把一塊牛排拿掉 然後最後只剩下一塊牛排 你再支撐不下去 你就開始雕網 所以雕網需要一些藥物嗎? 不需要 你只要把Growth factor拿掉就好 這是最簡單 然後最不會有外力影響 你可以去觀察Aptos Pathway 你如果要快一點的話 那你就UV irradiation 或者是你就放一些Kemotherapy的藥物就可以了 但是要你放太多太少 它引起的樣態又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Pyroptosis 不是Pyro Onchosis就是長得不一樣 它藥不一樣的時候 它有Optosis跟Onchosis的樣態就出現了 所以最簡單就是慢慢的把Osh factor拿掉 再來就是一些Cylo-Kahn 這些Cylo-Kahn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些Cylo-Kahn後來如果是啟動雕網的話 那這些Cylo-Kahn就是細胞壽命快結束的時候 或者是某些它的Machinery 已經不服使用的時候 它自己本身會釋放出來一個訊息 然後跟細胞說你要開始啟動Aptosis這樣 這些都是一些Induced Aptosis的一個訊號 上面是Inhibitor 所謂的Inhibitor就是你有它不會有Aptosis 那你沒有它就會Aptosis 所以它也是Inducer的一種想法 所以這些都是跟Aptosis相關的訊號 正相關然後負相關的訊號 我們等一下介紹Aptosis password 就會用這張圖來跟大家說明 那左邊就是Extrinsic的Passway 跟著那個Receptor進來 右邊是Milacondria Entrinsic的Passway 中間就是我們那個Caspace的Passway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這個Death Receptor的地方 就是這個Extrinsic Passway的地方 它外面的訊息進來要透過這個受體 所以我們叫它死亡的受體 叫Death Receptor 那Death Receptor它是 它是一個Seal Serving Receptor 如果你看它是個Receptor 一定有細胞內長什麼樣 細胞外長什麼樣 細胞外長什麼樣 細胞外一定是要去跟Legan結合的地方 也要跟Legan結合的地方 那結合的時候它會導致它的結構上的改變 啟動下游的一些訊號傳遞路徑 我們Signal Translation Pattern 就是這樣在學的 那這個最有名的這個Death Receptor 我們叫它TNF TNF Receptor 就是Tumor Necrosis Factor的Receptor 所以是TNFR 那它的家族很龐大 所以你會看到1,2,3,4,5,6,7,8 這個數字在後面 TNFR 老師這是Nacrosis 同學們 它只是不小心有一個Nacrosis的一個名稱 在它的名字裡面 它會不會啟動Nacrosis這個受體?會 但是它啟動方式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 我們通常在講訊息傳遞系統的時候 都是Dimerization 對不對 兩個受體結合在一起 Legan結拿到兩個受體Dimerization 然後啟動效能訊息傳遞 你會發現這裡是什麼樣? 三個 它啟動什麼? Trimer 是三個都在一起 所以三個在一起的結構 會跟兩個在一起的結構是不一樣 第一,它結構上是不一樣 第二,在三個在一起的Trimer 結構會不會有炫耗的傳遞?會 跟Nacrosis已經不一樣 會不一樣 什麼樣的訊息傳遞 就要看它那時候結構的 它上面接的是誰 但主要呢 Trimerization Trimer很重要 它就是一定是走Aptosis的Pathway 那這個除了 TNFR-1 這個是它的受體 這是一個受體 它的第一個就是TNF-Apha 所以TNF-Apha結合下去 假如說它是Trimerized 它就會走Aptosis 假如說它是Thimerized 它會走其它的路徑 發炎反應的路徑 走Information的路徑 它會走Nacrosis 那其它的 有沒有其它的死亡的受體呢? 有名的就是FaX 或者是它叫CD95 CD95是那時候 我們在找那個細胞表面的一些Marker 全部Marker 那個死亡的受體 它叫FaX 所以FaX是個Receptor 然後它的Legan 叫做FaX-Ligan FaX不是Legan FaX是個Receptor 然後它的對接它的那個叫FaX-Ligan 那這是TNF-Apha 它如果是走Signal Translation Path 它是利用FaX-Fo-Lation 它啟動的是 訊息的 這些訊息的訊號是 藉由Kinase的FaX-Fo-Lation 我們走Aptosis 用的是Caspase 這不一樣 不一樣的訊息傳遞路徑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DES-Receptor 像這個FaX 然後它的Legan就是FaX-Ligan FaX-L 叫FaX-Ligan 你如果看陪伍大概就是這樣子在 在秒數 那是TNF-Apha 但它的Receptor TNFR 那另外一個 我啦 我常聽到的就是TRAIL TRAIL就是 TNF-Apha TNFR 就是這個TNFR 就是TNFR Related的DES 或是DES-Receptor 或是DES-Receptor 然後它的Receptor是DR4 然後它的Legan叫TRAIL 這TRAIL你會常常聽到 所以你如果看到DR就是DES-Related 或是DES-Receptor 三號、四號 這就很簡單 那前面這幾個幾乎很多table都會 你在做Aptosis或在做Cancer Research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它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Receptor的結構 然後怎樣肉發下游的訊息傳遞 這Receptor很重要 它上面大概就是跟TNFR去結合 下面有個DES-Domain 跟Fed或是Red domain 那這些呢 它裡面會有一些DES-Domain 的一個結構在裡頭 它們互相辨識 才會結合在一起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跟這個Receptor 接在 或這個Fed接在一起的 是這個Pro-Caspase-A 所以第一個啟動Caspase的Caspase 是Pro-Caspase-A 它是接在哪裡 接在這個Receptor上 這個要記得 其他的Caspase 你忘記沒關係 它那個你要記得 所以它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我們TNFR進來 或是Vegan進來的時候 Binding到這個受體上 然後它一定要Trimerize Trimerize Trimerize的時候 這些DES-Domain 就會靠在一起 就會形成一個DES-Domain 可以辨識的一個結構 所以這個很重要 Trimerize就是 為了要把這個結構 給建造出來這樣子 所以它才有辦法 是一個有功能性的結構 那這個大概是一個 80到100Residu的一個Motif 不是一個就可以了 它每一個下面會有一個 其他的分子跟它對接 但是重點是在這個Trimer的結構 才是重點 那它下面的分子就是Fed Fed裡面也會有DES-Domain 就是這兩個DES-Domain 會相對接 這個叫 那這個Ded就是DES-Effected Domain 然後它會再 都叫DES-Domain 你可能會聽到DED或是DD 都有 然後Fed裡面一定會有 然後這個TNFR TNFR 就是TNFR 這個Receptor的Cycoplasmin 裡面也會有 它兩個會對接 對接完之後呢 你的Procaspase A 才有辦法來跟它結合 那這樣子的一個受體 加Fed加Procaspase A 我們叫它DIS-C D-I-S-C 這個就是確定是可以啟動 Aptosis的一個 的Receptor的複合體 然後呢 當它DIS-Complex呢 形成的時候呢 這個Procaspase A 這個Proregion 上面這個Proregion 就會被切掉 所以它是靠這個Fed 來切這個Procaspase A 等一下 Caspase有很多人要來切 但是第一個Caspase被切 是Procaspase A 它被切了之後 你看它就會折疊 兩個互相折疊 要折疊起來 然後它就會活化 它就會有 它就會有那個Caspase A 要去切別人的功能存在 然後它會自己 跟Proregion被切 它就會從DIS-Complex 被Release出來 它會去執勤它下游的工作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這個部分 可以吧 很簡單 接下來我們看看下游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Caspase呢 就是亂刀殺死細胞的筷子手 最重要的筷子手 所以Apytose呢 其實是被亂刀殺死的 我們叫Death by a thousand cut 被切 這個細胞被切了很多刀這樣子 Caspase它是Protes 所以Protin切Protin的架合 所以它是切Protin 它不是ProtinDNA它有切的 那Caspase這個知識來自 它是Cysteine Aspartase的一個 裡面的字跟把它拼排出來 叫Caspase 然後它是一個Cycle Polypeptide 然後是一個Zymogen Zymogen如果在生化裡看到Zymogen 它是一個蛋白質 但是通常它製造出來的時候 它是沒有活性的 它是一個沒有活性的潛虛物 然後它會 你要用Protin切下去呢 它才會有 就像Protin被切掉的時候 它才會有活性的 像這一類的蛋白質 我們都叫它在抹菌這樣子 然後Caspase有兩種 一種是Initiate 一種是Effector Effector就是要去亂刀切死別人的 那Initiate就是要 我要去啟動Effector 像Caspase 它會去切DNA 它不會 它會切其它的細胞膜嗎 它不會 它主要目的 它只是要去活化其它的Caspase 它不會去切其它的 變成Aptosis 結果的一個蛋白質這樣子 那這個Caspase 總共有四個斗媒 我們看一下 它有一個 前面的Protin 我們講它有幾個Domain 就是要看它前面的這個東西 前面有個Protin domain 然後一個Large domain 跟Small domain 還有一個Catalytic domain 在這裡 這四個Domain Protin domain 就是Pro-Region 它會被 就是被活化的時候要切的地方 然後呢 後面有個Large跟Small Large跟Small 然後呢 這是非常 就是 所有的Caspase 的Large跟Small 都是 序列都非常相像 是一個Conserved region Protin domain 就比較沒有 那個Conserved region這樣 那當 這個Large跟Small 是它們摺疊的地方 它摺疊喔 它不是被切喔 那摺疊的地方有這個 有這樣子的特別的一個序列站 然後 這個Caspase要被切的時候 或是被 Pro-Region被切的地方 一定是 在這個Aspiric gas的後面 是這個ASP的後面 所以它會被這邊切一刀 Pro-Region不見 這邊Large跟Small domain 也會不會稍微切一下 然後它會摺疊起來 看到沒 它沒有掉囉 它就是摺疊起來 切一刀的時候 它是摺疊起來 然後這兩個摺疊起來的時候 它就變成 它就變成活化這個Caspase 要去做ASC ASC是怎樣 ATP喊抓了死 要去做工 ATP才有辦法進來 然後開始去做工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所以它一定要兩個 摺疊起來 對接 才有辦法去執行 Caspase的那個 Activity這樣子 那這個Caspase呢 執行它Aptosis的任務 就有點像Signal Translation Pathway 一個Initiator Caspase A 它可以活化很多個Effector 那很多個Effector 就可以去執行很多 就是Porteus的那個Activity 所以有點類似Caspase的Password 有點類似Signal Translation Pathways 一個訊號下去 可能就會誘發很多個訊息 很多個動作出來這樣子 好 我們就舉例說 我們來看那個DNA的部分 是怎樣被Caspase切 DNA裡看到那個DNA Ladder DNA Condensation 然後變成DNA Ladder 它其實是很多東西被切 第一個就是這個 它會有一個叫做Caspase Active DNA 叫CAD 它會被Caspase給活化 然後你就會把DNA亂刀切碎 另外一個呢 盒裡面不是會有Ribosol嗎 就是這些Polymerase 那就會有一個Poly-ADF Ribos Polymerase的一個 的那個酵素呢 它會去把它 把這個PARP切壞 把它切壞 Ribosol通常都會在DNA上面 它會去做Transgression 或者是Polymerase 可能會做Translation Transgression Translation這樣子 好 所以它會主要 它就會把這個Ribosol 這個Polymerase給切壞 它就不會卡在DNA上 那DNA就可以被這個DNA給切碎 再來就是有一些 像Pactin這東西 它會去切那個Gelament 或者是Actin 或是一些Intermediate Filament 去改變細胞的結構 或者是核的結構 所以我們看到核的變化 大概比較就這幾個 我們通常在 這個你要看DNA就好 欸 還有一個Lyman B Lyman B 也會被切掉 Topo-Isomerase也會被切壞 這些都是本來我們知道說 它是BINING在DNA上面的一些Portin 那最常用的就是這個PARP 我們常用PARP會被切碎 所以我就知道說它Aptocin已經走到什麼程度了這樣 所以這個是像PROCASPAS-A活化之後 它會去Activate 第二個下游那個叫PROCASPAS-3 這個也很重要 然後PROCASPAS-3被CASPAS-A活化變成CASPAS-3呢 它就可以直接去去CLEAP它的substrate 像是DNA 這些都是 有一些Cancer 有一些癌症的細胞 它就是這些CASPAS不見的 尤其是乳癌 有一個乳癌 我忘記乳癌的名稱 那它就是CASPAS-7還是CASPAS-10 是不見的 你沒有CASPAS你就沒有辦法啟動Aptocin 所以萬一要是它一開始做增生的時候 它也沒有一個把它細胞凋亡的一個正確的管道去執行 那一種不一樣的Cancer Cell 有一些Cancer Cell就是因為CASPAS不見 所以你如果要做Aptocin的實驗的時候 你要先看一下你的Cancer Cell CASPAS是否還存在 不然你知道 你做的實驗可能會給料剛才這樣 11點半 好 我講得完 來 接下來我們看Intrinsic Passway 就是Malachandria Passway這邊 那一開始就是 當DNA 我們如果破壞DNA的時候 那科學家就發現了 破壞DNA之後 五分鐘 十分鐘 這個Malachandria可有趣的人 DNA被破壞掉 這個Malachandria的膜 開始有這個穿孔的現象出現 就一個一個 就是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連結的膜 中間就會有這種洞 一個一個洞出現 然後一開始可能會是以為 我們在處理細胞的一個手法上的問題 後來發現每一次你只要啟動 然後就是DNA被破壞掉 你會發現這個Malachandria 開始在有這個漏洞的現象出現 那不是只有DNA壞掉 你把那個Growse Factor 就是一些生長因子拿掉的時候 就是把它Survival的Factor拿掉的時候 他覺得我們體部分上就是要開始啟動Aptosis 你也會看到Malachandria 開始有孔洞出現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們就想要知道說 那健康的細胞上面 到底是有誰是在抑制這個Aptosis 所以抑制Aptosis我們稱作AT-Aptosis 後來他們會發現那個異式Aptosis 叫做BCL-2 所以BCL-2呢 它是一個Anti-Aptosis的一個分子 當你Growse Factor 開始把它拿掉的時候 它就沒有什麼功能 它是跟Growse Factor相關或不是 它是跟我一個癌症相關 我們講到那個Cancer Biologist 它會遇到它 但是他們會發現 當科學家做時候 有把Growse Factor拿掉的時候 那細胞開始走向Aptosis 到底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正常跟Aptosis的細胞裡面 差異在哪裡 然後滿了空轉上面差異在哪裡 差異就是差異在這BCL-2 既然有Anti-Aptosis的 那科學家就講 那應該會有Pro-Aptosis是誰吧 所以Pro-Aptosis後來發現 在Milkonger上面呢 除了BCL-2呢 還有一個傢伙叫Bed 那這個Bed呢 是屬於Pro-Aptosis的分子 所以你要記得 有促進Aptosis的分子 有抑制Aptosis的分子 它們都是在Milkonger上面 所以應該就是 它們兩個之間的平衡呢 導致這個Milkonger 會不會有破洞的問題存在 好 我們先稍微看那個BCL 因為BCL-2是先被發現的 然後它是之前在看一個 Lymphoma的時候發現 它太多的時候會導致Aptosis 不對 沒有它的時候會 它是Anti-Aptosis 它會抑制Aptosis 所以有它的時候 它會導致癌症 有它的時候它會導致癌症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BCL-2的這個家族 科學家去看了一下 跟BCL-2相關的分子有誰 居然有一堆 我們就叫它 就會叫它是BCL-2的family 然後不是只有BCL-2family 跟Anti-Aptosis或Po-Aptosis 跟Aptosis相關的呢 它們發現都跟BCL-2一樣 它們會有特殊的一個domain 就是那種特徵 它的DNA 不是DNA 因為Amino-S上面有特殊的特徵出現 像這些特殊特徵 它就先把它命令BH-E234 那這些BH-E234呢 都是跟這個分子會不會去做DNA 有相關 那為什麼這DNA很重要 就是這些分子它是Binding在Milocondria上的時候呢 它會導致Milocondria有個孔洞 那有個孔洞它就會 膜就會被破壞掉 然後開始啟動Aptosis 但是BCL-2呢 因為它是Anti-Aptosis 所以它是去抑制人家去穿孔 所以它本身上面 也會有一個Diversion的一個結構 去跟Pro-Aptosis去做個配對的時候呢 它可以抑制Pro-Aptosis 所以當初科學家會發現 原來你是這樣子抑制Aptosis 利用你的BH-E23這個Domain 去跟Pro-Aptosis的這些去做結合 然後讓它們不會有一個孔洞形成 所以Pro-Aptosis上面有BH-E23 也是一樣有BH-E23 但是它的BH-E跟2這個結構 會變成一個Milocondria上會變成一個孔洞出現 這個是Pro-Aptosis跟Anti-Aptosis不一樣的地方 那Anti-Aptosis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特徵呢 去抑制Pro-Aptosis的分子 所以如果講BCL-2 我們講一般的BCL-2 是講Anti-Aptosis的這個分子 就是在第一個這裡 那假如說講BCL-2分明講的是這些 它有Pro-Aptosis也有Anti-Aptosis 這樣可以 它後來全部都是叫做BCL-2 Family 所以看清楚題目BCL-2這個分子在這裡 它是Anti-Aptosis BCL-2 Family有Pro-Aptosis和Anti-Aptosis 所以你不要說老師你講錯 或者是Paper寫錯 不是喔 你就是自己要稍微 這是在嘗試 你就是自己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Pro-Aptosis最常聽到 Pro-Aptosis就是會在Milocondria上面 會形成Dimerase之後形成孔洞 然後導致Milocondria的細胞膜壞掉的 最常聽到的就是Bax跟Bak B-A-X-B-A-B-A-K 這還有B-A-D 這幾個是我們常聽到的 後面還有什麼Nosa Nexit 後面的實驗也有發現 它像C-L跟上面放在Ego 這個都是Pro-Aptosis的一個分子 然後在Milocondria上面 所以你如果忘記的話 要記得就是稍微看一下課本這裡 就是哪些是Pro-Aptosis 哪些是Anti-Aptosis Anti-Aptosis Anti-Aptosis大概我們實驗上常用到 都常看到這個BCL-2 它也有Large 就BCL-2Large或是外的這種分子 MCL-1大概是皮膚外常看到的 這個Anti-Aptosis 就是缺失 那這個假如說我們用卡通來看一下 Milocondria上面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這個 不見了 我為什麼會跑來這裡 那這個綠色的是Milocondria Milocondria我們都知道它愛的Double Membrane 然後Milocondria的Intermembrane Space 裡面傷過生化都知道它有三部C 那另外一個生化 比較少講的就是SMAC 都是小生子 那它跟Aptosis沒有直接的分子 直接的生化的反應 但是它是 它會有後續的Aptosis 它會參與後續Aptosis的一個過程 所以它不是利用它來做什麼生化反應 像電子傳遞鏈那一類的 不是喔 它是參與後面的一些 Aptosis Caspis Paths會用的 那就要記得有兩個 一個是Cyclose 一個是SMAC 這些都是在Intermediate Space裡頭 那這個一般來講的正常的 正常的Healthy Cell 就是你還沒有要走向Aptosis的時候 這些BCL2它可能在這個膜的附近 這個或是BCL、XL 這都是它沒有對Malacondria造成任何的破壞 但是像ProAptosis這些分子像Bax 它不是直接Finding在Malacondria上面 因為這個平常的Malacondria上面的這個Anti-Aptosis 它們自己都已經對接得很好 根本沒有空間給你ProAptosis的進來 然後當你太多這種ProAptosis的分子進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那個失衡的時候 然後它們就會找到位置去 在Malacondria上面 或者是把你的BCLX給它剔除掉 或是把你的BCL2剔除掉 它就會自己在上面Tramarize 然後就變成一個Pore 就叫Holikumization這樣子 然後那個洞出現主要就是 它洞不用太大 它只是穿著洞 然後你的Cypacrom C或是SMAC 就從裡頭跑出來 所以你要看Malacondria有沒有漏洞 你就看有沒有Cypacrom C或者是SMAC1 因此在Malacondria上面 Anti-Aptosis跟ProAptosis 他們之間的評論很重要 一失衡不是ProAptosis 就是Anti-Aptosis 然後導致的就是 如果是Anti-Aptosis太多 你導致的就是Casinogenesis 就是變成走向癌症的路徑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我們會叫它Oncoach 所以Anti-Aptosis分子像BCL2 它後來就真的是一個Oncoach 那這個孔洞到底長什麼樣子 一般來講就是很多個分子結合聚集體 你就可以有一個孔洞在那裡 就是這些BACs或是BACs 都可以形成一個Oligomer 然後像在這個Ultemembrane上面 MalacondriaUltemembrane 另外就是有一個分子叫做BID 那BID在剛剛前面 等一下會再看到 它是由ProCaspis A 只要ProCaspis A切 它就會變活化 它活化的時候 它就直接香過來這個Malacondria 然後你也會啟動的Aptosis 這BID是比較不一樣 其他這邊都不需要去切 你只要就是Organization 它就會直接香在你們的Condria上面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有所謂的PTP Model 所以一個是這個BACs跟BAC Model 它們聚合體就會有穿孔的現象 那PTP呢 就是這些分子像BACs 它去影響某一些離子通道 把離子通道都關著 然後它會過去 它會過去打開它 讓人家就是孔洞就打開 然後讓裡面的那個 那個Condria跟C 跟Smack跑出來 所以它的方式可以自己穿孔 也可以影響這個PTP 那這個PTP是 大概就是有一些 就是主要的離子通道 還有一些ATBinding在 然後它是很規律的 受到某些正常的生理的現象 去調控說什麼時候 你該打開什麼時候關起來 什麼時候該利用到ATP 把某哪些分子 或像蓋離子把它被你種出去這樣 當你的BACs進來的時候 尤其是它搬你在這個主體 這個B紅色的這個主體上的時候 它就會讓它沒有辦法關起來 它沒有辦法關起來的時候 Condria就會一直從裡面跑出去了 所以這個是PTP的Model 這個我只是動畫而已 所以這個是蠻的風水的部分 不管是哪一個Model 最終就是Condria跑出來 Condria出來會導致什麼現象呢 它會跟下面的這個分子的 APA1還有PROCASPAS9結合 變成一個雕王體叫APA的手 所以Intrinsic Pathway才有APA的手 Astrinsic Pathway沒有APA的手 但是它們最後呢 都會結合在CASPAS3這裡做 像Aptosis Pathway這樣可以 剛剛看到BIT BIT是唯一喔 它是藉由這個DAS receptor 然後被PROCASPAS8切的時候呢 藉由那個Receptor這邊可以降機過來 把它Condria Passway的 唯一的一個 唯一的一個已知的 這個PROAptosis的分子 不然其它BACs BIT它們直接在上面穿孔就好 它是唯一 一定要藉由這個DAS 那個PROCASPAS8進來才可以 所以這它是比較特殊的 那只要是從滿空水來 你一定要形成APA的手 你才有辦法 走向那個CASPAS的Pathway 好 我們來看中間APA的手這裡 那APA的手 主要我們剛剛看到有的是 APA1跟CASPAS9 然後它會形成APA的手 然後它會形成APA的手 那這個CIDOCOMC呢 從Intermediate Intermembrane Space Milafondriate Intermembrane Space 釋放出來的時候 它會跟APA1結合 APA1結合的時候 那結合是它開始聚集 聚集呢 它就當它開始聚集的時候 結合才會聚集喔 APA1沒有結合CIDOCOMC它不會聚集 聚集之後呢 它可以跟PROCASPAS9做結合 它變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聚合體 那然後很大的聚合體 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活化PROCASPAS9 所以CASPAS9呢 是被這一個APA1 跟CIDOCOMC裡面的 CATALYTIC DOMAIN的地方 把它的PROREGIN給切斷的 所以誰不是CASPAS自己切自己的 一個就是PROCASPAS8 它是被FED切斷的 然後PROCASPAS9 它是在APA1這裡的時候 被APA1自己切斷的 所以它一定要形成這個複合體 它才不可以切斷 PROCASPAS8呢 它一定要形成DISK複合體 它才不可以切斷 PROCASPAS9呢 一定要形成APA1這種複合體 它才有辦法把PROREGIN也切斷 這樣可以 所以兩個 Intrinsic跟Extrins不一樣 最後呢 這邊就是CASPAS3 然後CASPASPAS8 我們看一下這個APA1的部分 APA1當初是被一個中國人 大陸人給分離出來 我還會發現 如果Intrinsic Passway 開始在走向雕王路徑的時候 就會有一坨很大一坨 分離出來都是100K以上的分子 然後就很想知道說是誰在裡頭 那他就會發現這個是一個 他就稱當初跟CASPAS 跟三孔之七結合的這個分子 叫APA1 APA1就是 Apartic Proteus Activation Sector的縮寫 所以他就發現這個聚合物呢 有APA1 因為當初沒有人認識它 所以他就取它APA1 另外就是PROCASPAS9 再來就是Cylocon C 那這個APA1是誰呢 APA1結構很特殊 它的一邊呢 是可以要結合Cylocon C 然後呢 另外一邊呢 是要給PROCASPAS9對接的 對接好之後 你中間才有辦法讓ATP去做在上面 因為它會利用ATP Hydrologic 去怎樣去切這個PROCASPAS9的PRO Region 那CASPAS9呢 跟這個APA1對接的地方叫Card Card 那這個類似Dex Domain的那種概念 它就必須要有一個特殊的董面 讓他們互相認識 認識對方 然後比起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ATP的這個Region才會出現 然後ATP上去ATP Hydrologic 然後是把這個PRO Region也切掉 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要有 為什麼Cylocon C要過來Binding Cylocon C要是沒過來Binding的話 這個APA1它不會結合在Dimerization 也不會有Post-Origization 這個複合體就不會形成 所以Cylocon CD很重要 因為它要改變APA1的構造 然後Caspase9結合很重要 因為ATP要過來Binding 他們才有辦法去執行Caspase Password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APA1 它跟APA1它形成的一個整個流程 我就不講了 所以 那這個APA1主要它會去活化Caspase3跟Caspase7 所以Caspase9跟Caspase8都是同樣 我們叫它Initiator的Caspase 那Caspase3 那7啊 我們叫它Effector的Caspase 這樣 好 那最後上面這個Bit呢 最後最後 我們稍微講一下Bit Bit它叫做BCl2 Intercalating Domain的一個分子 然後它有一個BH3 我記得我們在講BCl2的時候 它的那個Oriation的地方有BH123 那這個Bit比較特殊 它有BH3在裡頭 然後它可以跟Bax或者是BCl2結合 它的好朋友很多 它不排斥跟任何人結合在一起 它可以跟BCl2結合 可以跟Bax結合 所以它是形成Head除了Dimer那種構造這樣 那平常呢 我們叫Bit它是一個沒有活性的一個 就是它Bridge跟它結合的一個狀態 它必須要被Caspase8切 那被切的這種叫T-Bit 這個T叫Troncate的意思 就是Troncate 就變得比較短的Bit 那讓它的BH3 Domain 因為它裡面被顯現出來的時候 它才有辦法去跟BCl2或者是Bax去做結合這樣 所以它就一定要被切 它切的活化呢 不是像Caspase一樣要去切別人 不是 它才有辦法把那個 要跟人家Dimerization的Domain給揉露出來 然後去Dimerize這樣子 所以這個Bit很多Paper常常會出現 尤其是實驗都會說 這個叫做Bit Metalchondria 在Cyberplasmid Domain的時候 那你去看Bit都有 然後但是你如果用 你如果看有加上FAS 大概就是啟動了Hapoptosis的時候 你會發現Bit跑到Metalchondria上面去 平常T-Bit不會在那裡頭 這是Troncate Troncate 才會跟人家Dimerization 所以Troncate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那時候 科學家做實驗的時候 不小心發現的 然後發現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唯一 從 這是從Extrinsed 然後你會看到它跟Metalchondria 做集合的唯一的一個分子 這個是它切的地方 所以我們回去 就要自己去複習一下 這個Hapoptosis的Password Extrinsed怎樣透過這個 Death Receptor 然後ProCaspis-A 然後啟動的Caspis-3Password Extrinsed的Password DNA的Damage 或者是Unload的一個破壞 導致你的 你的 你的 這些 ProAptosis的分子 Dimerization在Metalchondria的Membrane上面 導致Cylochondria開始 Leaking出來 然後形成了A-Pathosal 跟A-Pathosal結合形成了A-Pathosal 然後去走向這個Caspis pathway這樣 所以你如果想要看一篇好的 像這樣的一個review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Nature paper 這個圖是從Nature paper上面結下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 剛剛好耶 12點 我們A-Pathosal結合形成了 我們A-Pathosal結合形成了 然後 我那個 第五個assignment 第五個assignment 還沒有出來 我星期一就會PO出去 然後有同學的反應就是 不要再 不要在禮拜三 禮拜四收 可能就是給你們禮拜六禮拜天去寫 所以我Assignment 5的期限是 在下個禮拜天晚上 就是給你們多一點時間去寫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啦,下課了,謝謝大家